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节目里,我将跟大家分享村庄居民们发生的小故事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故事,欢迎订阅我们的Podcast节目 Polka村长的故事时间 同时,我也将这些故事绘制成插画 放在本集简介的链接中 与YouTube频道Polka Polka故事村 欢迎收看、订阅与分享 你有没有露营过呢? 所谓的露营,就是到山里、森林中 甚至是海边搭帐篷住一晚 村长我很喜欢露营哦 因为不能看电视 甚至没有手机的网路 所以能够静下心来 欣赏旁边的花草树木 还有天空 也能专心地和家人、朋友们聊天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内容 就是关于露营 而这一次的故事地点 是位在Polka Polka村的森林区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是怎样的故事吧 是什么声音那么热闹呢? 哦 原来是住在Polka Polka村森林区的蚂蚁家族 他们好像准备要去露营耶 不知道他们的露营跟我们一不一样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蚂蚁家族 黑熊先生 以及 也是来露营的兔子母女 他们 正忙着搭帐篷哦 因为这样 晚上才有地方睡觉嘛 蚂蚁家族 是不是也要赶快开始搭帐篷呢? 诶 没有诶 他们好像决定要先去 找叶子 找叶子要做什么啊? 他们拿起了第一片叶子 但蚂蚁爸爸看了一看说 这太小片了 于是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点 找了一片更大的叶子 但这次换蚂蚁奶奶说 这叶子 太枯黄了 而且 一下子 就会破掉 所以 他们又再继续往前走 找到了一片 又绿又大的叶子 可是 蚂蚁妹妹发现 哎呦 中间怎么被咬了一个洞 找了好久 最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片 又绿 又大片 而且 没有破洞的叶子 于是大家喊着 一起抬了这片叶子 到一块空地上 沿途 开建了几只树枝 接着 小蚂蚁们 合力地将 几只树枝上的皮 剥下来 一起 搓搓搓 树皮 就这样被搓成了 绳子 这些绳子 被绑在 三根树枝的顶端后 三根树枝的底下 就能够 打开来 并且稳稳地 像小山一样 站在地上 这时候 有另外一群蚂蚁 抬起了刚刚 剪刀的大叶子 披在 这三根树枝 做成的 架子上 然后 大叶子 与树枝 就神奇地 变成了 帐篷 哦 原来它们在 做帐篷啊 你以为 这样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小蚂蚁们 又开始喊着 这根树枝 右边一点点 旁边的那根树枝 左边一点 大家 先猜猜看 它们要做什么呢 让我们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 再接着说 你知道吗 POCA POCA村的森林区中 有一座森林游乐 那里有 摩天轮 云霄飞车 旋转咖啡杯 还有许多游乐设施 但却连一棵树也没有 所以 总是能在门口 遇到前来游玩的旅客 手拿着地图 满脸疑惑的样子 甚至 还有动物 向村长抗议 这里 这里不是森林游乐园吗 为什么 没有森林呢 关于这座奇怪的森林游乐园 可以参考 本集简介的连接中 有更详细的故事 以上 是今天的知识时间 小蚂蚁忙着将好几根树枝叠在一起 到底 到底是在做什么啊 原来是在做萤火堆啊 萤火堆是可以生火的东西 生的火被称为萤火 有了 有了萤火 晚上就有地方可以取暖 不用担心会冷 而且 还可以在上面烤棉花糖哦 弄好了萤火 大家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下 蚂蚁爸爸一边擦汗 一边满意的说 录营就是要有萤火 就在这个时候 兔子妈妈和兔子妹妹正好经过 看了蚂蚁家足达的帐篷 忍不住称赞 哇 好特别的帐篷哦 好漂亮哦 蚂蚁姐姐热心地向他们介绍 叶子帐篷 还有里面的叶子枕头与叶子棉被 突然间 蚂蚁妈妈发现 糟了 我忘记带食物来了 那该怎么办啊 但现在回家拿 再过来 天就暗了 妈妈 我好饿哦 蚂蚁家族因为没有带食物来 而乱成了一团 该怎么办才好呢 好现 在这个时候 兔子妈妈说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有多大一些食物 可以分你们哦 兔子妈妈从袋子里拿出了一条吐司 它将其中一片吐司撕成了好几小块 一块一块的拿给一部分的小蚂蚁们 接着兔子妈妈再打开玉米罐头 拿出了三颗小玉米 给剩下的蚂蚁们 大家就这样一起和这 一起努力地搬回帐篷 这时候 留在帐篷区的蚂蚁妈妈 和剩下的小蚂蚁们 捡来了一个大蘑菇 它们将蘑菇当成了桌子 准备在上面制作玉米三明治 刚好这个时候 营地的主人黑熊叔叔也来了 他带着自己做的蜂蜜水 还有自己种的苹果给大家 小兔子母女 则是在做完自己的三明治后 带着棉花糖 还有巧克力酱 打算借小蚂蚁们做的萤火 烤棉花糖给大家吃 所有动物围在萤火前 一边喝着甜甜的蜂蜜水 吃着苹果 还有沾满巧克力酱的烤棉花糖 一边听黑熊叔叔 介绍天空的北极星 大熊星座 小熊星座 还有独角兽座 过了一阵子 兔子妈妈拿起了吉他 轻轻地搏动了弦 然后开始弹奏起好听的歌曲 兔子妹妹 黑熊叔叔 还有每一只小蚂蚁 都陶醉在他的演奏中 弹着弹着 兔子妈妈弹起了一首轻快的歌曲 兔子妹妹 先是带着大家跟着歌曲的节奏拍手 接着 请大家站起来 一起围着 萤火 唱歌 跳舞 巴蚁家族 黑熊叔叔 还有兔子母女 所有的动物 都度过了 热闹 一首开心的一晚 由于玩得太累了 兔子母女隔天到了 好晚好晚才起床 此时 兔子妈妈突然想到 不知道小蚂蚁它们 有没有早餐可以吃呢 它和兔子妹妹一起跑出帐篷 却发现 小蚂蚁和它们的叶子帐篷 萤火 都不见了 只剩下空气中 留下了淡淡的烤蘑菇味 以及兔子母女的帐篷外 被放了一小堆蘑菇 旁边 还有一张树叶做的卡片 上头写着 谢谢 两个字 远方 好像还传来了一个声音 像是在说 听完蚂蚁家族 露营的故事之后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想要去露营看看呢 但是啊 要记得自己准备帐篷 还有睡袋 也千万不要忘记带食物哦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 下一次 投卡成长的故事时间 我们再见咯 不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